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 热伤风 热伤风 一定没有人没热伤风 我们都风不 我觉得夏天 伤风感冒很常见 年轻人热伤风的还挺多的 老年人热伤风 因为他体质虚弱 体质差 对外面的冷暖变换 可能适应的差 年轻人纯粹是自己做的了 开个空调开一夜 就不停了 夏天热伤风 其实挺受罪的 发烧 鼻子不通了 嗓子也疼了 然后还得留个黄鼻涕 咳嗽 黄痰 那么我们出现了这些症状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对啊 那么吃点 解决的办法 来看一下 这些都是咱们一些生活上 都需要注意的 跟大家说说 避免直吹空调 是吧 这个很简单了 切勿贪凉 夏季闷热湿度比较大 可以服用清热解毒口服液 清开凌胶囊 大青叶片等中成药 这个夏天的感冒和冬天的感冒 不能吃一样的药 大家至少要有这个体会 你比如说我们一伤风一感冒 回家吃点感冒冲剂吧 感冒冲剂是治疗冬天感冒的 大家记着 不要夏天感冒 我回家也吃感冒冲剂 夏天的感冒 它是因为伤风 风热 外感的是风热之邪 所以它嗓子疼是一个比较主要的症状 所以它用的中药一般都是一些清热解毒的 对对对 明花了 脸翘了 银翘伞了 这一类的药 所以跟冬天感冒不能吃一样的药 明白了 冬天的是伤寒 对了 感受的是风寒之邪 夏天感受的是风热之邪 这很好理解嘛 外面是好热呀 下次再见 axter膜 ach 饭 27 3 感谢观看